你知道美国现在最夯的名字是什么吗 美国社会安全局最近公布了2022年先生儿的命名排行榜 其中男女生的冠军分别是由莲恩跟奥利维亚夺下了 这已经是莲恩连续第六年蝉联榜首 奥利维亚则是连续四年夺冠 可见不少父母对这些名字是情有独钟 自1997年以来 美国社会安全局每年都会根据社会安全码的申请资料 进行新生儿命名排行调查 2022年最受欢迎的前十个女宝宝的名字 依序是Olivia, Emma, Charlotte, Amelia, Sophia, Isabella, Ava, Mia, Evelyn, Luna 男宝宝方面则是以Liam最受青睐 共有20456例 占男婴总出生人口数的1% 其次为Noah, Oliver, James, Elijah, William, Henry, Lucas, Benjamin和 Theodore 事实上这些Top 10新生儿名字几乎多年不变 2022年男女生排行榜的前三名和2021年完全相同 其余的名字也是大同小异 只是在名字上略有变化而已 最大的差别大概就是Luna, Charlotte, Harbour,首次进入前十名 而根据美国洋犬俱乐部的调查 去年最受欢迎的母狗名字也是Luna 从命名也能看出当代流行文化的影响 由凯文·科斯纳主演的美剧《黄石 Yellowstone》 自2018年开播以来大获好评 剧中主人翁姓氏Dundon 也成为众多父母取名字灵感的来源 在命名排行榜上 从986名跃升至去年的835名 人数成长的幅度最大 紧接载后的Casey·凯斯 也是该剧的灵魂人物之一 中天中望 正律报道